在高铁列车上 大家不仅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饭菜 还能品尝到高铁沿线 不同地方的特色美食 接下来再到长三角的高铁线路上 品尝一道特色美食 扬州狮子头 我记得小的时候坐车的时候 那个时候车上泡面加货的时候 就已经是标配的美食了 就是盒饭和一些零食 现在在高铁上 也能点到新鲜现做的特色美食了 乘客通过铁路12306软件 或者扫描列车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 最晚提前两小时下单 心仪的餐食就可以送上列车了 扫一扫这个二维码 我们现在下单一个 扬州狮子头热链套餐 记者在杭州东站下单 在六站之隔的扬州东站餐饮站 就开始计算列车到达的时间 准备餐食了 我们在扬州东站就接到了 我同事孙瑞下的狮子头的订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大厨 看看这道美食是怎么出锅的 四肥六瘦的五花肉切丁拌料 再加上虾子摔打上劲捏成团 放入提前准备好的骨汤 这就开火炖了 此时距离列车到达还有两个小时 当列车距离扬州东站 还有15分钟的时候 这道扬州狮子头已经出锅了 考虑到要送上高铁 餐盒用的是分隔的保温餐盒 送餐的也是专职人员 列车刚刚进站 他们已经等在站台了 我们看看我刚才下单的 这个扬州狮子头品牌 非常松软 味道很鲜美啊 除了扬州狮子头 还有很多车站都推出了当地的特色菜 有那个虾里奇大牌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现在我觉得更加卫生 而且更加方便 然后品种也更加多了 目前全国铁路开展 互联网订餐的车站 达到了76个 其中长三角地区的车站 就有21个 上线公餐商家达到近50家 每天可提供超百种套餐 来本宛 一